应客户的要求 今天做一款蒜香烤鱼酱的研发和测试 大家帮我看一下 这样的效果客户会不会满意呢 烤鱼有吗 哪一条 多少钱 24是吧 好 鱼芽非常的新 必须要给它抠除干净 还有肚子里面的黑膜也要清洗干净 然后给它打上花刀 这一步的目的呢 是为了腌制的时候更好的入味 打过花刀以后放入盆中 下一步开始进行腌制 加入适量的葱和生姜 加入一勺盐 增加底味 然后用左手给它涂抹均匀 腌制五分钟左右 还要加入新鲜的蒜子250克 搅成蓉以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加入一个胡萝卜 给它切成丁 放入盘中备用 还用了菜籽油220克 本草油120克 洋葱150克 还有这个刚刚升级的蒜香烤鱼酱200克 盐 味精 鸡精各6克 起锅烧油 这一步要把炒鱼给它炸一下 炒鱼的两面给它撒上适量的干淀粉 这一步的目的呢 是能让烤鱼更好的定型 而且炸出它的鱼更加脆 然后给它抖去多余的粉渣 油温八成热的时候 我们鱼皮朝下放入烤鱼 这里提醒大家 我们炸烤鱼油温要高 炸到底部定型以后 我们给它翻到另一面进行炸制 中火炸了七八分钟左右 把两面炸到金黄酥脆 把烤鱼给它捞出来 放入烤鱼盆里面 锅中下入准备好的菜籽油 勺子推动 让它受热均匀 把油温烧热 去除菜籽油的豆腥味 下入准备好的生蒜蓉 简单煸炒几下 放入准备好的蒜香烤鱼酱 转大火简单煸炒几下 然后放入清水750克 条件好的可以用高汤 然后下入准备好的胡萝卜丁 放入盐 味精 鸡精各6克 放入本炒油120克 烧开以后再煮3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浇在炸好的烤鱼上面 加入这个本炒油的目的是增加它的颜色和香味 最后再来点蒜苔和葱花点缀就可以出锅装盆 要放在炭火上面烧2-3分钟 再上桌更加入味 好 上菜 鱼哥 好 小心 烫 好 开饭 好 开始 鱼哥怎么样 蒜香烤稍微转切点 稍微切 小辣香烤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口味挺好的 实话实说 因为我们还要做一点调整 就是它里面的油感觉有点多了 然后我吃完之后就感觉还想再盛饭 油稍微多一点 油多了一点 下次我们把这个油再减量 好吧 好 好 rab达 好